《龙珠超》,《鸟山名官宣》,《龙珠超》2022最新剧场版来袭,孙悟范要崛起了。 虽然说《龙珠超》起初被不少人吐槽,但官方还是非常及时地改正了错误,推出漫画来挽救了《七龙珠》的口碑,除此之外,对于《七龙珠》的动画画,一直以来都是粉丝们非常期待的事情。 尤其是在《龙珠超》,《布罗利》后,由于不错的感官体验,更是让许多人对后续剧场版更加的期盼,而就在近日,好消息终于来了,《鸟山名》亲自执笔官宣了有关于《龙珠超》最新剧场版的消息。 鸟山名的纵言 既然是大名鼎鼎的《七龙珠》要在明年上映全新的剧场版,那么这动静一定是小不了的,所以东映和《鸟山名》也是在第一时间发布了相关的消息。 而且最让人惊喜的是,原作者《鸟山名》甚至亲自写了公开信来对粉丝们传达这个好消息,并且写到此次的剧场版,自己也是参与了剧情的创作。 这也可以说是给粉丝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毕竟只要原作者亲自把关,那么相信剧场版的剧情就不会太离谱。 而更让人激动的是,除了剧情之外,就连人物的对话部分也交给了《鸟山名》负责,所以说东映对于2022年的剧场版,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视的。 不过《鸟山名》也给粉丝们留下了一个悬念,那就是这一次的剧场版,他们还会给粉丝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有趣内容。 至于这个内容究竟是什么,现在当然是不能说了。 毕竟现在,就连孙悟空的对手是谁都不知道,纵然是网络上已经有了许多猜测,但也不过就是个人的猜测而已,真正的答案只怕还要有很长的时间才能揭晓。 不过从预告片来看,这部2022年的剧场版显然是非常热闹的,就像是当初的龙珠超。 神与神剧场版一样,基本上看起来就是一场龙珠全明星了。 大家组齐聚一堂。 从剧场版的宣传PV开始,映入眼帘的就是夕阳下的笔克了。 看过龙珠的朋友都非常清楚,笔克的战斗力在现在虽然已经谈不上什么了。 不过笔克的智慧却一直是在线的,而且对于地球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非常敏感, 可以说是一个最强辅助了。 因此在西洋估计的背影下, 笔克给人的感觉明显就和其他人不一样, 所以说此次的灾难也很有可能是笔克最早发现了这一切。 所以,紧接着,就是克林,18号。 雅木查等等一系列人物都出现在画面上, 而且从他们乘坐快艇,高兴的表情来看, 很明显就是要去某个地方进行狂欢, 而地点,多半就是布尔玛那里了。 随后的一个画面中, 大家都已经到了布尔玛家里, 看样子很明显就是一个派对现场, 就跟龙珠抄神女神一样, 很显然, 这个派对也是布尔玛举办的。 就是不知道又是过生日还是怎么样, 而且还有新角色的加入, 而且布尔玛的母亲也在其中, 这也就打破了之前很多人谣传布尔玛的母亲已经去世的消息。 毕竟七龙珠是一部, 即使是人物死亡, 也能够来到世上活蹦乱跳的漫画, 所以说, 这种情节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不过这个画面的亮点还是在贝吉他身上, 这位傲娇王子不知道什么原因, 又在一个人生嫩气了, 难道是布尔玛没理他的原因? 其乐融融的孙嘉然 在宣传PB的最后, 孙悟空、 琪琪、 孙悟范和孙悟天也出现了画面中, 一家四口人其乐融融的相聚在一起, 琪琪还深情地抱住了孙悟空, 说明人家琪琪真的是很爱自己的丈夫啊, 不过就是少了比迪丽和悟范的女儿, 以及孙家保姆比克了, 毕竟人家比克现如今也基本上和孙悟空是一家人了, 没事还能和孙悟范, 孙悟空过两招, 自有培养小方的武术基础, 可谓是最强保姆了, 除此之外, 虽然宣传PB没有出现, 但从一些流传出来的海报来看, 像是布罗利, 沙鲁, 包括漫画中的摩罗, 以及不知道的合体赛亚人来看, 这一次的剧场版真的是超级大战了, 当然了, 既然是七龙珠的剧场版, 那么爽必然就是第一要素, 个人认为既然摩罗出现了, 那么很有可能会与之后的动画TV进行一个衔接, 也就是说龙珠抄TV动画也应该是不远了, 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认为这个海报中的赛亚人是谁呢? 像不像是孙悟范呢? 悟范会不会崛起呢?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 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